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呢 从2021年11月以后呢 他就不断地在阐述这个所谓总体战略 一个就是2022年的8月份 这个中国的国台办发表了一个台湾问题的白皮书 题目应该是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我想我们江泽民的时代应该有一个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事业这么一个白皮书 那么现在习近平的这个时候呢 又搞了一个新时代这个中国统一事业的台湾问题 然后2022年的这个10月11月 在20大习近平的报告当中也谈到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战略 那么我想这个背景呢 就是实际上2021年的11月提出这个东西 这个历史决议把习近平他的历史地位提高到超越邓小平 这个和毛泽东变驾齐驱这么一个地位 当然他就有一个方方面面的提出一些所谓新的想法吧 那么这个台湾问题呢 也就他们试图寻求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那么特别是要超越江泽民的所谓江八点啊 那么从内容后呢 虽然没有完全的超越邓小平的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也重新阐述了这个东西 但是呢也试图隐隐然有这个超越邓小平 这个说法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意图吧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这个背景 那么就是习近平 他在20大开始了他真正的长期终身执政的这样一个开始 他前10年大家都以为10年完了就算了嘛 那2018年修宪以后 那么2022年他真正开始第三个任期 我想这个时候呢他提出这个东西啊 实有他的这个企图心 那么要说内容呢 这个你知道这个中共的文件了都是所谓这个这个国脚步啊 又臭又长啊 这个废话很多的 对 所以我想我是看了一下呢 2022年的12月也就是中共的20大刚刚开完 那么当时还在任的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在中共的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叫做坚持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那么这篇文章呢比较完整的阐述了这个所谓这个总体方略是个什么东西 几天之后这个求是的网呢 就用了一个所谓十个坚持来把刘洁一的文章总结了一下 这十个坚持呢也是又臭又长 我想我简单的说一下啊 这个我是背不下来 我要看习近平一下 要看我的小本啊 这个第一个就是坚持党中央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叫做统一的根本保证 也就是说呢所谓中国的统一 是统一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那么一切都是要中国共产党来掌握 那么对台的这个统一呢 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事业 第二个叫做坚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来推进统一 这个是个说对这个统一呢 进一个历史方位 而在这个历史当中 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统一呢 这个这里面有句话呢是新的 以前没有说过 就是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民族啊 弱了乱了 被外地侵入了等等 产生了台湾问题 那么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这也就是说 那么把台湾呢 放在中国的这样一个 整个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历史的框架中来看 第三个叫坚持在中国大陆发展进步的基础上 解决统一 那么这个呢 他们叫做战略思路 就是说还是要靠中国自身的发展 那么呢 他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呢 叫做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重复了邓小平这个说法 把这个东西呢 定义为统一的大政方针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个新的说法 叫做强调两岸同胞的心灵切合 这个以前邓小平没有讲过 一国两制啊 和平统一 没有讲过这个 这个我下一边呢 要重点的讲一下啊 再一个呢 就是要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 说这个是政治基础 我觉得呢 这个是面向台湾岛内部 这样一个主张统一的党派 喊话的 这是这一点 那么再一点呢 就是叫坚持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这一点我觉得呢 非常重要 因为他什么 他把这一点定义为 实现统一的实践途径 你光叫统一怎么样实现呢 那就要通过所谓的融合发展 就是要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发展呢 给他融合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里边来 那如果经济上 社会上都融合了 那你在经济社会上都成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了 那实际上就是说 就只剩下政治上的统一了嘛 那么第七个呢 叫做坚持争取台湾的民心 这个呢 就是说这是统一的根本动力 这个争取民心呢 这里面讲了个什么东西呢 主要是讲这个 所谓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等等 这个呢 就是说把台湾人完全看作 就是说你要认同你是中国人 在这个意义上来争取台湾民心 第八个呢 就是要坚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 这个当然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然后第九个呢 就是坚持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 那么第十个呢 就是坚持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那么这个呢 叫做统一的战略支撑 他没说这是统一的手段 他说统一的途径是融合发展 那么这十条呢 我把它总结为四个要点和一句话 这个四个要点呢 第一就是说和平统一还是大政方针 还是基本方针 那用刘洁一这个国台办上一任主任 当时这个主任写文章的用语呢 叫做还是最好的途径 也就是说对中共来讲 选择动武也是不得已 因为他呢 第一就是说你战争能不能取胜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就是说 看见俄乌战争的这样一个 这个发展进程 那你所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国际上对你的这个 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各种各样的制裁 这个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当然还要不讲其他的一些 就是说实际上呢 就是说武力对他来讲 只是一个战略支撑 第二点呢 他想要这个心灵的切合 融合的发展 实际上呢 就是把这个民心 要针对台湾民众打心战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对台湾海峡出现热战 这个局势大家都很担忧 但是呢 你要看到呢 中共呢 是非常强调打心战 也就用中共的这个词语来讲 就是统战 就是统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他怎么样统战 怎么样打心战 就是靠这个所谓的融合的发展 就是刚才讲 把台湾首先在经济上 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把这个 然后在社会上 那么把它融合到中国社会里去 在文化上 让他认同中国的文化 那么在这样的 你就瓦解了台湾的这样一个 独立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基础 这是他的这个如意算法了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 那么怎么样来搞这个呢 就是说来说去还是来强化这个中华民族这个认同 不把台湾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来看待 那么我要想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说 以统战为主要的手段 以热战呢 为根本的支撑 或者用一个形象来说呢 他手里拿那个枪 拿那个刀对着你 跟你说 咱们交朋友啊 交不交 这个就是说 实际上呢 就是说你答应交朋友了 他就不用弄刀子了 他不用弄刀子了 那对他来价 代价非常小 因为他手里拿了刀子 你还不好意思说不交 你还不敢 不是不好意思 你可能不敢说不交 那这个呢 可能呢 如果在另一只手段 还拿了一个糖块 经济的好处啊 这个什么同胞的这个心灵啊 那么这个就是说 一手拿着刀子 一手攥着糖块 嘴里甜言蜜语说 咱们交个朋友 基本上呢 我觉得现在呢 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战略呢 就是这么一个战略 恐怕还不是交朋友 他是要逼婚嘛 这个 我们 我们讲这个中共的热战和统战的两手策略 或者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策略 交替使用 也是中共的惯用伎俩的 这个毛泽东 这个 从来就是讲两手战略嘛 两手策略 这个 习近平也讲新时代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他这个里面 所谓新时代的三大法宝是指什么 是 毛呢 是在1939年 这个 中国对日战争的这样一个 这个高潮时期呢 提出了一个所谓 中国共产党呢 取得他的这个事业的胜利 有三大法宝 这个和很多人的记忆不同啊 我专门查了原文 那么第一呢 排在第一的是统一战线 嗯 排在第二的是武装斗争 排在第三的是党的建设 就是中共本身他的这样一个力量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呢 在国共的斗争的历史上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仅仅是靠中国共产党内部 啊 斗来斗去 搞什么党的建设 他是战胜不了这个国民党的 那么如果仅仅是靠武装斗争 哪怕是经过抗日战争这样期间 那么国军在前线抗战 那么共军在后边修复 这个趁机扩张势力 那么即使是这样 那么到了1946年 国共内战开始的时候呢 那么共军也是在武装斗争中 明显的不占据优势 但是在统一战线这一方面呢 共产党呢 就非常有优势了 那这个到了这个现在呢 走为新时代了 这个实际上呢 他们是明确的 把这个三大法宝 用到对台这方面来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2022年的夏天 这个福建省啊 评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这个奖呢 这本书就是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新时代三大法宝论 那么副题呢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研究 那么伟大复兴的战略 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把台湾拿过来 所以呢 这三大法宝呢 就是要用到台湾上来 那么这个作者呢 他还是不是一般人物 他曾经是福建省委 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当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呢 他已经到了年龄 退到福建省政协 当了一个什么什么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 那么他在这里面呢 也就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十个坚持吧 新时代的所谓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总体战略吧 他就用这个三大法宝呢 给他来重新这个阐述了一遍 实际上呢 这个统一战线呢 还是放在第一位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统战 然后呢 武装斗争 那不用讲 这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中共是绝不会放弃 这个 绝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武装斗争 那么当然 说来说去 所有这些都是要共产党来做 那么就是这新时代三大法宝呢 不仅这个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 整个这个所谓三大法宝 在这个中共的这个事业当中的重要性 而且呢 特别凸显了 他在对台湾这个关系上 要拿台湾这个事情上 那凸显了这个三大法宝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这个统战和热战 这个新战和兵战 那么这个就是 在共产党的这个两手同时使用 基本上共产党加的两手 就是他们的三大法宝 对 确实共产党一直是讲这个 石板先生你有注意到 最近习近平接见马英九的时候 王沪宁也后来接见傅昆奇 他们都大谈阎王子孙 谈一个中华民族 就是说从一个中国原则 变成一个中华民族 这个 这是不是一种统战手法的进化 这个当年共产党杀国民党的时候 他就不讲中华民族和猿王子孙了 当年杀这个共产党打 共产党杀国民党的时候 讲的是推翻三座大三 对 我觉得习近平 如果说对台统一 你不提一个中国 你台一个中华民族 一个民族的话 我想这个话如果十年前说 如果习近平刚上任说的话 在台湾是很有市场的 那个时候马英九政权 但是说已经时过境迁了 我觉得习近平呢 他的对台战略就是文攻武贺 胡罗不加大棒 不管怎么说 其实这个是从毛泽东以后 多多少少 都是只说这两招 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但是习近平呢 他是他的对台政策是非常僵化的 他每次都是用错了时间地点 然后让这个台湾 一步步推向对立面 比如说我认为习近平 他有几大的这个对台的败笔了 第一个呢 就是2014年的这个福报协定 2015年的马锡会 这两个就是福报协定 他强行往下推 已经造成全世界的 这个全台湾的年轻人的 非常强烈的不信感 不信任感 大家占领立法院 所以才有台湾化运动 对 台湾化运动全部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应该安抚台湾人的情绪 就是台湾是对他很不相信的 他应该把身段放下来 但是没有 他硬往下推 推完以后 这个时候造成马英九的声望越来越低 在声望最低的时候 他应该退一步 慢慢不要理的 但是说他为了名气 就是为了自己的史上游名 他在马英九卸任之前 在新加坡建立一次马英九 这个彻底把马英九害了 也把国民党害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当时在北京嘛 我当时在北京 我从北京去访问这个新加坡 也全程采访了 然后回来以后碰到 中国的学者 对台学者 这群人都说 诺贝尔和平奖 我觉得完全是 我觉得这群学者给出的馊主意 完全害 就是大家想到的什么 就是当年阿拉法特 这个中东问题的时候 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嘛 后来这个北韩跟南韩 这个是北韩没拿到 但南韩基大中拿到了嘛 然后一看我们第三个嘛 至少如果 习近平是奔着诺贝尔和平奖去的 然后呢 马英九也没想好 那个时候已经 这个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嘛 结果这一次见面 彻底造成了蔡英文的第一次当选 第一次轻松当选 这是第一次败比 第二次败比什么呢 2019年1月2日 对台湾同步那个40周年讲话 嗯 再次提出武统台湾 另外提出什么 一国两制台湾方式 就彻底把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多少年以后 是一个口袋 能把这个 大家的所有幻想 各个派系都能装进去的口袋 把这个挑明以后 在台湾的所有统派 全活不下去了 然后呢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对对对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就是 而且从再次提出武统台湾 武统台湾的话 中共就是到邓小平晚期的话 大家就遮遮掩掩掩的 我们就要这个和平统一 或者是到了胡锦涛 我们就和平发展了嘛 我们连统一都不提了 但是你再次提出武统 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话题 一下子让台湾 全社会对中国的反感非常强 结果这一次 这个败比导致了 第二次 这个当然还有香港问题了 第二次蔡英文的轻松当选 帮助两次嘛 所以说呢 然后第三次 我觉得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啊 这是共产党从来没有过的 这次在选举期间中 他就开始高调的批评赖青德 过去会留有余地嘛 我给你骂你周围的台独分子 但是你这个老大我不碰的 我将来给你留一个谈判的空间嘛 在选举之前 当年陈水扁选举之前 也没有直呼其名 在骂陈水扁 蔡英文两次也 选举之前都没这么做 这一次就说 什么赖青德加上 肖美琴是毒上家毒啊 什么战争的 是什么 各方面的所有的强烈的语言 全说出去之后呢 造成今后中共的台湾政策 一定僵化嘛 赖青德是放下声段 要跟中国谈的 但是说 中国你把他骂的 已经那么难听啊 那么你只能拒绝谈判嘛 那么我想 到了爱青德时代的话 国际社会对爱青德的同情越来越多 但习近平自己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所以说我觉得 他这个对台的政策 就至少 我觉得他的周围的一群台湾问题的专家 每次出的主意 全是出的道德主的主意 都是给民进党助选的主意 所以说有人说习近平是民进党最大的助选员嘛 说他是红皮绿骨 实际上是支持民进党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对 一个是回应一下 王浩先生主持人刚才提的问题啊 就是说杀国民党的时候 实际上呢 在国共斗争的过程当中呢 共产党一直是非常重视统战 但是那时候统战不是说 对你的主要的敌人实行统战 而是对你的敌人的周边的人实行统战 所以那个时候的敌人就是国民党 然后呢 共产党用大的力量 统战了国民党的各种各样的友党 各种各样的友军 各种各样的社会基础 包括知识分子 所以这些才有了所谓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嘛 当等这个国民党被收拾了以后 那当然这些被统战的人 到了反右派 那都打的七零八弱了 那么实际上今天讲统战呢 实际上讲的不是针对赖清德去统战 对 不是针对民进党的掌权者去统战 他就是要把你周边的力量 对 台湾内部有亲大陆的力量 台湾内部有对民进党不满的这样一个民心 他就去利用这个东西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肯定是中共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僵化 那么也非常的愚蠢 但是呢 他的体量非常大 中共这整个的体量 从政治到经济 他这个呢 就是说 我觉得呢 当然我们在舆论当中呢 肯定就是说 会对他进行 我们这样一个 我们这个立场上的道德并卖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说 我觉得台湾呢 在这些问题上呢 不能轻敌 不能轻敌 就是说 不要只认为 就是说 他只要不打 那么这个就对台湾没有威胁 我要讲的就是说呢 他即使不动手 没有武力 那么他其实对台湾的威胁呢 也是摆在那里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实际上对于石板先生 刚才讲的这个图景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 不和赖清德谈很好 如果要让我给台湾出主意的话 就是 这个不统不读不谈 对 实际上谈呢 就是被他统战了 对 是为什么他要和马英九谈 我们对马英九和他谈 一定是持批评态度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盼望赖清德和他谈 或者他要和赖清德谈 他不和赖清德谈很好 对 我觉得呢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 他不要和赖清德谈呢 这个表示就是说 这个赖清德这个政府呢 他不可能有去和中共勾兑的 这么一个空间 这个是好的 这个你必须 你想这么做也好 不想这么做也好 你必须守住台湾的 自主的这样一个底线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 还有很多人 中共是向他身甘蓝指的 这些人呢 我已经好多年不到台湾去了 不知道他们在台湾 到底民意如何 但是呢 比如说从前两年的选举看 你比如说 这个韩国瑜呀 对呀 这个柯文哲呀 他们都还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 那么这个民意基础 不一定是因为和他大陆 有这样互相之间的 什么什么样的关联 但是呢 大陆会筹准这样一些人 去和他们搞这样的关联 那背后有一本是勾兑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说 对台湾社会 中共所发展的这样的关联越多 这样的勾兑越多 对整个台湾社会的 社会的自主 整个台湾的这样一个 长远的这样一个 独立性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不可轻视 中共的统战 从来都是 从高层到基层 全部都要做 所以对于国民党 民众党 台湾的政治人物的高层 当然他是全面统战 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 你刚才有特别提到的 他也做全面统战 他大搞所谓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里面有利用到中卿 乡亲 燕亲 姓众 以前的 最近又搞什么黄埔军校 一百周年的什么同学会 这种活动 各种各样的手法 这个中共的统战手法 是层出不穷的 那这个统战 在至少在1949年之前 对于国民党是非常有效的 对于共产党打垮国民党 他自己的总结 就是统战是第一法宝 那现在他用这种统战方法 来赢得台湾的民心 所谓攻心洗脑之术 在我看来也是非常有效的 你觉得呢 成效我不敢讲 因为对台湾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少 但是只是看大陆这方面 就是这个提出心是很明显 那么这个攻势也很强 就是他这个实际上这个2023年吧 实际上才开始提出搞这个 在福建搞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那么今年的年初呢 福建省呢 也搞了很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议 大约有七八个厅长 那么省里的这个重要的领导都出席了 提出了一系列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的政策 来这个推动这个所谓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那这里边呢也看得出来呢 就是说他们试图推这个所谓社会融合 这个经济产业融合和这个情感的融合 那么我想呢对比如说情感的融合 那么如果我想民主意识很强的人 那么台湾这个自主意识很强的人 可能就不太会接受这个东西 但是呢台湾这个社会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这个也许这些年有改善啊 那么我的承认呢就是说 他总有一个就是说不是经典意义的 族群的这样一个所谓族群的这样一个分裂 那么很多人呢 这个他觉得说我还是跟在大陆 那么现在共产党已经把这个公式发展了呢 就是说哪怕你是300多年前来台湾的 那么他也觉得说那你根也还是搭大陆呀 所以他这个他这个搞的这些东西 我看那个材料我有点看不明白 因为很多东西呢我不了解 是本地的包括台湾的一些现在民俗的东西 当然比如说麻祖 麻祖这个我知道啊 这是这个台湾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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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这个护航海的这个麻祖这个文化 他们讲这个麻祖的文化 讲这个客家的文化 讲这个闽南的文化 讲这个诸子文化 就是诸锡啊这个东西 讲这个 讲这个这个什么这套东西 这个本来在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上都是 不断的批判这些东西的 对 那么现在呢都把这些东西 剪出来和这个台湾人套 套近乎拉感情 实际上的共产党在最近一些年的意思是这样 那孔子被共产党批的 孔老二被批的多臭啊 对 从共产党建党一直到毛泽东的后期 搞这个批琳兵修股运动 是吧 那么这个那些些年 共产党在全球搞这个孔子学院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利用宗教 道教啊 服教啊 这样一些东西 这个本来共产党是无神论者 那是灭宗教灭的是 那是欺负灭祖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政党 那么现在为了这个要实用 把这些东西都搞出来 利用民间宗教 那么还有对于这个青年 什么青年到大陆去创业啊 到大陆去接受教育啊 到大陆去旅游啊 去访学啊 那么还有当然更难就是构建什么同城生活圈 这个厦门金门同城生活圈 我看到说厦门和金门之间要什么 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那曾几何时两岸三通都很难啊 那么现在已经就是说 要把金门变成厦门的一个区 来这么来对待了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一种蚕食和吞并了 那我没有动用武力 但是我把你金门已经变成我下面的一部分 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 福建省的第三把手 他就明确的讲啊 他说我是问这个好像是 我对这一代弟弟不是很熟悉啊 一个很小的地名 好像就是马祖啊 他就问马祖的这个台湾居民 就是说我们福州要和你们马祖 就是说发展这个同城生活圈啊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你们马祖的乡亲感觉怎么样啊 说马祖的乡亲给我回答说 我们就是福州人了呀 已经是福州人了 那这个共产党官员很高兴 那你想这已经统战这么成功了 这个融合已经这么成功了 当然这个我知道呢 也许台湾乡亲呢 都是善意对待人的 那你一讲他就说 啊他们很近乎啊 那心里怎么想不知道 但是总而言之呢 那共产党会拿着这一套东西吧 就是来去这个不断的 就是试图用这些办法 走为融合发展啊 那融合发展就是说 在我发展的过程中 你就进来了 那最后如果我想呢 呃台湾的相当的人 那么成为了经济上 离不开大陆的话 那么社会上就是说 和大陆这个非常有密切的观点 刚才讲的这个主持人 讲到的叫中亲乡亲 阴心啊信众这样一些东西 啊然后在最后就是说 文化上啊 所谓同文同种啊 同根同源来这一套 这个软的公式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成效啊 我想呢是不好讲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 企图心呢 是很明显的 那么这个东西叫软刀的杀人啊 啊软刀的杀人 这个是呃 其实呢呃 硬刀的杀人 那么大家呢 会警惕性比较高 那么软刀的杀人呢 呃这个东西比如说 因为我在这边加拿大和美国接触到一些呃台湾的这样一个朋友 那他们比如说很多人孩子就在大陆工作 孩子就在大陆生活 呃我前些年到台湾去也遇到呃有很多人给我讲就是说 哎呀我们你要老了以后要回大陆去养养老啊 我说大陆养老条件应该不够好啊 然后他们就讲啊如何如何如何好 那么这样一些东西呢我想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放到精英政治的层面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说啊大家不在乎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去看呢很多民众的生活呢那共产党现在就针对这个东西啊来往这些方面去下力气 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要防止这个成效呢啊这个再扩大呢就是台湾呢必须要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一个举措 那将一个举措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呢他虽然决策体制非常的蛮憨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他总有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东西 而不断的试图推出总体战略那我现在不了解了台湾是不是有一个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的总体的一个思考啊 啊就是说啊你到底对中国这个关系你要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他这个有没有这个东西台湾人才积极台湾呢又有这个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台湾呢又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深厚的国际关联我觉得这就是说台湾的角色极致呢一定也更灵活更多元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不了解啊那你们两位当然更了解 这实际上我就是作为一个外人看了以后呢就是说啊这就像看着两个人打架啊或者是两个人角力了 那么一边是一个个子很大的这么一个一边一个个子相当比较小 那这个个子小的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个好人啊这个个子大的人在我看来是个坏人 那么他们俩呢不然这个大的时候打赢最后最后又没打赢 我在心里看着就是说哎呀这个总会想就是说小的就是说个子小一点这个 说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有点力气那个地方有点力气 那么我想我的这个本意呢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这个石板先生这种你观察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啊 应对中共的文攻武吓有什么天然的弱点和优点 刚才吴老师特别提到了台湾是不是有一个针对两岸关系或者针对中共统战的反反中共统战的总体方略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天然的弱点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嘛 民主社会的话是允许言论自由的 那么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所以说民主社会的话它可以用肆意的对你进行一些就是带方向 就是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信息 或者是把它的优点夸大把台湾的缺点夸大的这么一种操作了 这个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个国共内战时期就是一样嘛 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个国统去是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社会 所以说他们很多的左翼的思想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在这个国统去扩展 但是在自己这一方面是天天在整风不允许有任何的消息进来 所以说最后共产党胜利了嘛 这种历史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台湾正在重演啊 就是说台中国的台湾的各方面的言论就是拿中共的钱 或者是拿中共的好处的人可以讲很多很多台湾的负面消息 讲很多很多不符合实际的中国的正面信息 但是说在台湾社会这些信息没办法被限制 所以这是一个天然的弱点啊 但是优点是因为大家所有的信息都能够出来以后呢 长期以来如果观察有一部分人会能认出来 就是哪些这个信息是正确的 哪些信息是负面的 如果长期的话 大家能够提高自己辨别新闻能力的话 这个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这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 他用很多中国的利用台湾的血统文化 各方面的一些好的东西呢 来就是说贯彻 给台湾人洗脑了 就是说比如说前不久台湾有一个女的高中的一个教师 他讲说现在在历史课本上 已经没有什么范中烟的岳阳楼记了 没有什么顾言武的廉耻了 让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台湾人既不心怀天下 也不能忧天下之忧而忧了 也不能这个知道廉耻了 然后就开始大批评 大批评 我觉得这种说法的话 就很多人支持嘛 大家觉得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实际上呢 这他这个老师讲的影片在中国可能有几千万人在看嘛 大家都觉得很正确的 但实际上他就是拿这些中国的古典文化 作为一种统战的武器来说出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宣传大一统中国思想的嘛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 台湾政府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对应的 但是台湾社会会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好像不对 他们好像是拿这些历史的软刀子 拿这些来进行统战 所以台湾社会也有一些就是说民间团体 比如像黑熊学院啊像这些 他们开始对中共的中共的文攻武和是非常非常警惕的 但是说台湾政府因为他是民选政府 他要代表所有的这个民众包括独派包括统派 所以说台湾政府其实做的事情很有限 我也并不认为台湾政府有一个全套的东西 但是我期待像台湾那些民间的团体 他们的发出的声音能够让台湾社会普遍听到 吴老师你政治学者你有观察到美国的民主社会 美国怎么对抗中共的宣传战 中共的统战中共的软实力的这个对民主社会的侵蚀 那当然台湾受到的威胁最大台湾在于中共的假信息资讯战的最前线 然后这方面作为民主社会确实有它天然的弱势 有天然的缺陷被共产党利用 但是无论是美国的情况还是台湾的情况 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对抗这种中共的两手策略呢 这个关于民主政治的研究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论点 就是说因为民主政治就是由公民投票来决定国家的领导人 和国家的大致的这样一个方向 但是每一个公民他不太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来掌握 所有的应该掌握的这样一个资讯 那么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不充分 那么就是民主政治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挑战 所以这个研究我想讲出了一个民主政治当中所面临的困境 那么在当今的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里 这个困境应该说是加深了 因为这个信息它现在是海量的产生 那么每个人所能得到的这样一个信息 是已经多的让他没有办法来处理 甚至没有办法来辨别这个真假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一个基本的 这个也是民主社会具备的优势 就是可以破解这一点 就是说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 对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权利 那么要自己有一个自我的观照 实际上这个民主社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说 每一个人都有他这样一个受法治保护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当你伸张这个权利的时候 那么你要假设一下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权利 你会怎么样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权利批评政府 但是如果政府你如果生活在一个不能批评政府的这样一个社会里 那么无论那个政府这样的东西多么好 你要想一想 那你可能一切的东西都失去了 其实我觉得呢 可能对台湾的老一辈的选民来讲呢 因为很多人还在威权主义政权下生活过 那么他们可能呢 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那么如果就是说年轻人 当然呢 现在思想非常的开放 接受信心的能力很强 但是呢 如果觉得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公民的权利都是天然的 那么甚至呢 就是说不认为存在那么一个政府 他可以剥夺你这个权利的话 那么呢 这个就可以讲就是天真了和幼稚了 这个民主这个政权 就是刚才石板先生讲的呢 他确实是自由多 很宽容 因此空子很多 这个我还要讲呢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如果说是缺点的话呢 就是因为民主社会呢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成平的社会 繁荣的社会 那么大家都生活的 这个不存在那样一个 这个苦大抽身 水深火热的那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以后呢 大家呢就往往危机感比较低 这个往往对这个 这个敌人的认识呢 往往就不那么深刻 这个很难想象就是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民众呢 不一定要有这种危机感 但是一个国家的这个 精英阶层领袖人物呢 一定要有这种危机感 那么我觉得如果特别是 落实到台湾的民主来讲呢 因为这个美国的民主呢 已经有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历史 这个如果结合来讲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立国之初 虽然也是从英国独立出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在美国的建国过程当中啊 有很强大的一个亲英派 这样一个存在 那么基本上这个 这个美国建国的这个 这个建国国父们 这个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台湾呢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具体到台湾民主 本身来讲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在他这个民主建立之初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什么 没有太确定 那我们在这个民主化转型的 这个政治学研究里面 有一个词呢 叫做stateness 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呢 不好说 这个肯定叫国家的形态 国家的状态 是不是具备国家这么一种状态 就可以讲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我经常会给大陆 这个我能和他们讲话的这些朋友 因为很多大陆的这个 哪怕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他们也反台独啊 什么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他们要觉得 董哥就是说 是不是台湾自从九零年代中期以来 早期以来 这个就走向台湾独立 那我就跟他讲呢 就是说 这个台湾如果要实现民主 首先必须要把大陆切割出去 确定台湾的选民 就是现在生活在台湾 这个台澎 这个列岛的这样一个 台澎金马 这个岛上的这样一些居民 那么因为所谓民主 就是人民做主 那谁是人民 哪些人有投票权 如果你不做这个确定 那你台湾选不出总统来 那大陆有十几亿人没有投票 那你只有两千来万人投了票 你这个总统怎么是合法的 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么一个 对于这个国家状态的一个确认 他没有改国号 但是呢 这个国家状态要确认 所以呢 这叫中华民国在台湾 才能够实现民主 如果你要是中华民国 包括大陆 你就实现不了民主 因为这个民主 就是不能够合法运作的 那么这个呢 当然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呢 在我看在人类历史上 这种现象不多 值得特别的研究 就是在这个民主 在这个国家内部 那么有相当的一部分人 他不认同这个国家 对 他不认同这个国家 就是或者说 大家对这个国家的认同 有混乱 有的人认同的是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民国 还是1940几年宪法的 那个中华民国 有的人认同的是 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民主化过程中 形成的台澎鸡马的居民 2300万 那么这个为主体的 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还有人认同呢 就是说 可能就中华民国 这个牌子也要拿掉 这个就是台湾 那么这个认同的 这样一个混乱呢 就给了这个 这个 台湾的民主呢 一个巨大的不稳定性 我觉得呢 就是很多所谓 已经居心这个民主选举 这么多年了 这个30年了都将近 那么然后政党轮替 已经好几轮了 那么每道选举 还有什么统独问题 居然够还能够占据 选举的主轴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很成问题的 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当你讲统的时候 你就没有认同这个 现在正在运动的 这个国家状态嘛 那么这是一个台湾独特的 我想名字民主呢 所面临的一个威胁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和美国的民主呢 我看到美国的民主呢 我也痛感这一点 就是确实呢 最近一些年来 那么整个全球的民主的 这样一个运作呢 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呢 我个人的分析呢 是来自全球化 这个我写过一本书呢 就是专门讲全球化的 政治经济学 就是讲这个东西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 在民主国家呢 这个民生 如果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呢 那么往往这个 不平等现象呢 就会加剧 那么当经济 这个增长放缓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呢 这个选民呢 当然对这个经济呢 也表现就不满意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不是讲中共 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中共的这样一个发展呢 是以严重的不平等 严重的剥夺 这个底层民众 还有这个严重的 这样一个环境 这个福利 这个道德等等的代价 但是你站在外面看呢 你就只会觉得说 大陆的发展很好 那么大陆呢 也会利用这个东西呢 来去这个 这个让这个 民主国家下的选民呢 来去这个 对他自己的这样一个 民主施政下的 这样一些不平等啊 缺少获得感啊 这些东西来布满 我觉得这个呢 随着特别是全球化呢 像中国的这样一个 经济体量加大 它对美国 也是有非常强烈的 这样一个渗透 这个渗透呢 不仅是 所谓经济上的融合 它又寻找 政治上的代理人 它又寻找这个文化 和舆论上的 这样一个代言人 那么它又打心理战 和认知战 实际上呢 它对美国这么做 那么它对其他的国家 也这么做 它对台湾呢 我认为呢 就是更这么做 那么实际上呢 美国应该是最近几年 在刚刚体认到这个问题 那么体认到这个问题以后呢 当它要想应对 这些问题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体量 这么大 但是应对起来还这么难 这个难呢 里边一部分是因为 就是石板先生刚才讲的 你不能践踏自由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很多言论是有自由的 比如说现在要进这个 进这个抖音 这个美国版 这个要怎么样处理它 这就难度很大 那么我想在台湾的 恐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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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代理人 那么这些代理人呢 有他的利益 这些代理人作为美国的公民 或者作为台湾的公民 那他有他的公民权利 那么他要讲的话 那么 当然呢 你只能通过 就是刚才石板先生讲的 那民间的舆论去反驳 那么慢慢的让 民众认识到 到底谁讲的才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有可能不会一求而就 那么所以这里边 这个 这个刚才说了一个错别字 一出而就 这个 这个 所以呢 我想这个过程呢 可能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 所以就是 确实呢 在就是说 专制国家 经济和 民主国家 互相依赖程度加深 那么交往加深 那么在全球的舆论 这个 由于互联网 联维一体 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反他的这样一个 带有政治恶意目的的 融合 这个渗透 这个舆论战 这个课题 我想才刚刚开始 我知道台湾有一些学者研究 这个 比如说台湾 像天花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吴建民教授 他们编的那本书 原来是一个英文书 我看也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就是这个瑞士力制造机 那个里边有很多的案例研究 但我觉得这样研究还可以更多 而且这个研究的成果 要通过舆论来扩散 让民众获得更多的这方面的 这样一个知识 了解这方面的一个背景 懂得这里边的这样一些奥秘 这个才会使得民众的这样一个 政治判断力提高 这样才使得民主的质量会改善 谢谢吴老师 你刚才讲的台湾的国足认同问题 是台湾处理两岸关系最大的困难点 这一点确实是这样 我们这个节目也确实有请过吴建民老师 来讲过他关于瑞士力的这本书 那最后我想特别问一下 你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到 你认为国际社会低估了中共 和平统一的统战方略对台湾的危害 你也认为国际社会低估了 中共对台总体方略的成效 也就是说你说国际社会 对于中共武统台湾这个事情 有很大的警觉性 但是对于中共稳统台湾 用统战的办法 所谓和平统一台湾的手法 国际社会缺乏警觉性 缺乏应对的方法 缺乏重视的程度 对这个问题 能不能你再跟我们阐述一下 好 我想和平统一台湾 和平是没有危害的 但是这个统一呢 这个危害在于这个统一 那危害呢 也不完全在于统一 危害在于中共主导统一 那么台湾 我倒是作为一个 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 希望看到台湾去统一大陆啊 对 但是问题台湾也没有这个 企图心 那么台湾民众恐怕也不愿意 付这个努力啊 起来之前几十年 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吗 对 那个发展当然也是在 威权主义政权下开始的 但是呢 由于台湾有这个民间的压力 台湾的这样一个民主化的进程 伴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展开了 那么台湾今天它作为一个 这个 这样一个 这个民主社会呢 就是说它可以兼得民主和经济发展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 这个大家 我就觉得说大家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 武统台湾的这个警惕性很高 这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是应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呢 对中共来讲 它不是一个互相代替的方案 不是他讲和平的时候 他就不在准备使用武力了 他同时是在准备使用武力 也不是他讲武力的时候 他就不去对你进行新战了 实际上假设哪一天 他真的采取了武力攻占了台湾 他还是要采取新战 该给你洗脑 最后才能够稳固他在台湾的统治 所以他这两手是从来都是并重的 那你如果只重视其中一手 这就像你 就是说你和一个对手打架 他是两手都用 你老是说我就干那一手 那一手我不管 那当然就有危险性 当然呢就是说大家都希望和平 因此呢这个国际社会 普遍存在一个水净主义的心态 就是说只要和平就好 那问题是和平也是有代价的 那么如果在和平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你不抵抗 那么你就丧失了权力 那么这样一个和平呢 实际上就是把你变成一个奴隶的 这样一个和平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中共在国共内战期间 那时候现在叫北京 那时候叫北平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吧 天津是和平解放的吧 那又怎么样呢 北京和天津的民众在49年以后 那么难道比其他的地方 在毛制度下所受的苦难要少吗 一点都不少 当然呢我们愿意看到就是说 这个和平 不至于就是说 有人命的这样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代价 这个丧失这个人命 这是生死问题 但是呢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通过和平 所达到的目的和通过战争 所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和平呢就不能叫和平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使用武力的占领 所以我用英文写这个东西呢 我就叫他non-military conquer 对我不叫他和平 他就是说我不是用枪炮来占领 但是呢我就用我的专制的手段来压着你 端着枪 但是呢压着你 就是说我刚才开始讲那句话 手里拿着刀子 让你交朋友这个汪浩先生和这个石板先生 纠正的很对 他现在就是说拿着刀子来逼你 就是说到我家来吧 到我家来做童样棋吧 对那时候你到了来了以后你就有和平 对你只要进来咱们就有和平 我这刀子就可以放下了 对我就不用动刀子杀你 那我想呢这个其实呢这个代价就在这里 那我这个之所以看这个强调这个危害性呢 就是因为现在普遍大家都希望和平 我当然也希望和平 但是呢你希望和平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和平 这个事情里历史上这个例子太多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么英法 这个欧洲国家普遍希望和希特勒有和平 但是带来和平了吗 对没有带来 结果是纵容了希特勒的这样一个野心 所以呢这个如果和平下面隐藏的是 攻克你占领你的这样一个野心 那你对这个和平呢要加倍的警惕 我想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话 好谢谢这个吴老师 我们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你对这个中共对台统一的方略 有这么详细的分析 这个实际上我认为台湾社会 反而是对于中共对台战略分析的 研究的不够 然后这个台湾社会要么 就像你讲的有很多人愿意做中共的代理人 另外一批反中共的人呢 对中共的东西没兴趣 你们讲的都是统战的空话官话 所以我也不研究 这个两边都有问题 以这个性感情愿当代理人 和完全这个忽视中共的 对台湾的两手策略 这个不加这个研究 都是不应该的 那这个今天非常感谢吴老师 这个时间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吴老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